你知道盗墓笔记原作中的阿宁是怎样的吗 看完我下面整理的六个版本 你心中就会有答案了 第一个是唐燕版的阿宁 出自于2015年剧版盗墓笔记 唐燕是第一个版本的阿宁 不得不说他很适合这个角色 阿宁在原作中是又帅又傻的 唐燕原本就身材高挑 刚出场的时候一身尽壮确实惊艳 唐燕的阿宁给人一种美艳而又狡猾的感觉 不仅颜值高 她的眼神也很到位 冷酷无情 把原作里阿宁的概念坚韧 头脑冷静 都演得入目三分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原作中阿宁留着一头细碎的短发 唐燕版的却是长发 第二个是马思纯版的阿宁 出自于电影版刀墓笔记 马思纯短发造型非常概念 看起来很冷淡 实际上却是重情重义的 马思纯的演技很不错 则是剧中造型太过忠心 显得他虎背熊耀 反而拉低了他的颜值 根本没有原作里的风情万种 还给人一种很土的感觉 第三个是李曼版的阿宁 出自于陆海前沙 清零神术 这版的阿宁 喜怒不形于色 有时候看似简单的邪媚一笑 都让人物显得狡猾 而且诚服老道 穿着一身皮衣 打气干净利落 为了达到目的 他的海底目是 甚至不惜像无邪于死地 只是这版的阿宁 给人感觉颜值一半 第四个是赵瑞翰版的阿宁 出自于剧版云顶天空 赵瑞翰长相秀美 一身紧身衣造型杀爽 最终他对无邪关怀卑制 使得这版的阿宁 形象更为柔情 和人面鸟对打的动作戏 流畅有力 只是缺少了唐烟版阿宁的那种霸气 第五个是哈尼克兹版的阿宁 出自于剧版中级笔记 这版的阿宁一出场 手上戴着的当时铜钱手脸 特别鲜艳 整个人看起来精气十足 哈尼克兹立体的五官 地域的风情 让他看起来破一点混血的感觉 不少人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 都感觉非常惊艳 这个版本的阿宁既有横力 又有无邪带给他的温柔 让人物形象看起来更加饱满 只是这版的阿宁柔弱了一点 身材玲珑娇小 一点也不像雇佣兵 反倒有种要被人保护的感觉 第六个是流雨漆版的阿宁 出自于剧版重启之吉海亭内 这个版本的阿宁身材高挑 性感 只是戏份确实太少 大部分都是出现在无邪的回忆里 尤其是被机关蛇缠住的那个画面 甚至还有点蜡眼睛 原著中对阿宁的描写是这样的 脸蛋漂亮身材好 一头细碎小短发 气场强势 风情万众 喜欢穿路奇的紧身T恤与牛仔裤 而且很讲究卫生 它也是因此让机关蛇抓住机会 断送了新名 所以说有洁癖的人不适合干盗墓 阿宁拥有相当不错的身手 精明能感 给人威闲的感觉 善用手枪 飞镖等投资性武器 那么这六个版本中 哪一版才是你心中的阿宁呢 可以把它留在评论区 盗墓笔记原著中的小花谢雨晨是怎样的 不但帅气多精 而且无意高强沙发决断 所以能引好小花的演员着实不多 我们下面盘点五个版本的小花谢雨晨 最后一个出场最少 但颜值全能比肩张其林 第一个是张晓晨版的小花 出自于2015年剧版盗墓笔记 他和影儿饰演的霍秀秀 CP感十足 尤其是他的眼神热智 还有一些傲慢 气场还是很足的 只是这版谢雨晨贵为谢家当家人 进入新月饭店却能够包厢VIP座位都没有 就算只能站在货老太旁边 这样容易让人误以为他是货架的一个下属 存在感太低 第二个是刘学义版的小花 出自于陆海前沙 秦岭神树和云顶天宫里 刘学义一身漂亮的粉衬上 微微以笑中带着邪魅 气质这块拿捏得实实的 造型很是加分 这个角色给人的感觉刚性更强一些 是人从容面对沙发决断的一个角色 不过距离他使用的武器 不是原著中渺小的龙吻棍 而是换成了枪 刘学义演出的年轻时期 谢雨晨的那种很喇叭气 在陆海前沙中 面对家族勒乱 刘学义的眼神不入之危 用实力诠释了什么叫手段 处理家族问题时绝不手软 对发小无邪很仗义 这个角色仿佛是从书里抠出来的一样 在他身上 你能体会到小花了那种刚柔并济的公子哥形象 剧版云顶天宫虽然受尽观众吐槽 但刘学义饰演的谢雨晨却依旧经验 第三个是张艺兴版的小花 出自于剧版《沙海》 师傅二月红和徒弟谢雨晨都是他 也挺有意思的 沙海底小花的造型看起来有点微胖 手上武器更像是把闪 而不是龙门棍 张艺兴饰演的小花 让人印象最深的是在火车上的那段打戏 面对敌人围追堵截 他凭借易容术 双功金蝉脱鞘 利用假使来配合无邪的计划 张艺兴饰演的小花 有温柔冷静的一面 然而霸气和杀气不足 第四个是刘玉涵版的小花 出自于剧版《终极笔记》 刘玉涵长相清秀俊朗 龙眉大眼 艺术场就是金居花旦般相 他用自己的演技 诠释了小花这个角色的果敢与阴柔 刘玉涵打戏动作流畅 打戏部分也是亲自上场 武器也符合原著描写 使用的是棍子 刘玉涵版的小花看似骄傲 却很容易心软 和霍秀秀在一起时 少了那种情侣般的CP感 反而是和黑眼镜的户怼日常很逗 把小花的豪和黑眼镜的穷 演绎得淋漓尽致 也是深受粉丝喜爱 剧里基本上都是浅色外套 粉色衬衫 显得特别轻爽 他演出了年轻时期谢宇成的灵魂 只是流域寒武官略显之嫩 演绎不出小花八岁当家的沧桑感 第五个是乔振鱼版的小花 出自于重启之极海听雷 不过是天涯四美之一的乔振鱼 不仅颜值高演技好 火车上短短几个镜头 就把小花的那种霸气和运筹帷幄的人物形象 展现得淋漓尽致 她的表情和动作都非常到位 演出了三十多岁谢宇成的那种成熟稳重 一身贵气 没点实力让人养活无邪那几只吞进手 只是这般小花出场戏粉很少 剧中人设还是医生 让不少粉丝觉得一眼难拼 这五个版本的小花都算得上是帅气眉蓝 但真正符合援助的恐怕只有她了 那么你心中的小花是谁呢